主席各位同仲,我们请陈部长 那个部长 各位好 部长您记得在两个星期之前 这个4月21日 那么我曾经在这边提示了几张照片跟影片 那么要求要请警方做辨识 那么经过两个礼拜了 4月21日到今天 今天5月7日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请您看的这几个影片 这张 这一张是在北平东路 3月24号凌晨 那么我想这一位 我们远景的这个面容已经多次出现了 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这个台中的林老师 那么他被穿着黑色制服的远景 拿着黑色的颈棍 把他打到头破血流 下一张 下一张呢是这个王医师 那么上一次这个警政署王署长说 对他动手的应该是台北市警察局的特勤中队 好 那我第一个问题要先跟部长先请教 那么经过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三个动手的远景的身份 我们现在查出来了吗 我等一下详细我再请王署长跟你报告 但是这个第一位的这个是我们查出来是台北市警察局的远景 是 是台北市警察局的远景 那这一个 但是他到底做了这个动作 他是什么一个行为 还在台北市 什么叫是什么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到底他是打了 有打谁 有没有人被他打到 对 这个他警察局一直在了解这个事 我们上次看了影片非常清楚 已经有民众被他打到了 只是打到了程度有没有流血 有没有到这个像周宁安 或者像其他的人那么严重 打到头破血流 不知道 但是他的确是打到人了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调查的 所以你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知道 知道了 台北市警察局的 警察局的 那林明慧老师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是 台中的林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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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这个 王书长要上来补充也可以 那么第三位王医师的这部分 是中正一分局的 诶 他也是 这个是不是说明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少的 跟当委员说明了 因为这三 当委员讲这三个案例 第一个这个 后来台北市警察局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警员 那对于他 为什么挥舞这个警棍 他伤到打到哪一个人 这一部分 他们警察局还在查证中 嗯 那第二个林明慧 老师这一部分 还有王兴凯医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如果当时都是穿黑 就是穿蓝色 深蓝色制服 对 拿那个黑色警棍的话 因为当天出勤的特勤 任务的警力是只有台北市警察局 对 其他没有支援单位 所以应该也是台北市警察局的 所以都是台北市警察局的特勤中队 对 那这一部分 他们还没有查出是哪一个警员 所以我们 我们也一直是督促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 呃 有一个结果 至于他们 呃 违规或违法到哪个程度 那是另外一个 是 当然 我希望说 你先查出来是谁 当然 但目前为止 是 这两个特勤中队的 可能还不知道是谁 这个案子啊 有的案子在 司法在侦办 但是我不断强调 要一个观念 就是司法是归司法 但是我们行政上的追究跟调查 还是必须要进行 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处理 那尤其是 当 这个商人的意图 跟结果这么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查 查一个 水落石出啊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发生在3月23 3月24日 到今天 如果我们 今天没有一个答案 再拖下去 就两个月了耶 对不对 我们上次跟您质询的时候 是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4月21 你看这个时间过得够快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 稍微再拖一下 就要两个月了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 这个第一个援警 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 那 如果台北市警局 没有办法 认真的去追究 因为我们从影片上都 很清楚看到 他打人的动作 这在网路上不断出来 在新闻上不断出来 也打到人了 那个棍子 警棍非常清楚 打到人的身上 打得很用力 那对于林老师也好 对王医师也好 那个动作就更清楚 两个人都被打伤了 都受伤了 好 我们至少 一个案子知道人了 另外两个案子知道单位了 那所以我们对于台北市警局的要求 就应该更积极啊 好 我们从3月24日 好 就 这个退一万步说 从4月21 我们请警政署认真去追查 到现在两个礼拜 我假设下个礼拜 我们内政委员会 大概不会谈这个题目 那我们下下个礼拜 我们请 我们找委陈其迈委员 再排一次 请各位再来报告 那个时候 能不能让我们看到 惩处的结果 我必须要强调 如果特勤中队 查不到 动手的是谁 那是谁带队谁要负责 谁指挥谁要负责 我如果查不到 这个单位是谁动手 那这个单位的主官要负责 他要受惩处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呢 跟大家说明 本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思考 因为 在查这几个案的时候 至少把每一区 就是哪一个分区负责 我们都要是有了解 但是我们本来想说 如果人查不出来 那是不是要先追究这个行政责任 但是当然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碰到几个问题 当然一个是有些案件已经他提出 自诉或告诉 那另外监察院也展开调查 跟本署索取资料 那本来是想说 是不是到这个调查 一个段落的时候 如果查不出人要追究 这个所谓分区指挥官的责任 当然这部分 我们也跟台北市黄局长 也提过 我们也希望他朝这方面去 左手要来 严处这个问题 不是 署长您讲的这个包括司法 包括监察院调查 这个我都了解 但是我一开始我就强调 这是两回事 这是警方自律 也就是说 我一再强调嘛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连内部这样子蓄意攻击民众的 这个援警都查不出来的话 我们在真防犯罪 我们在遏止犯罪的作为上面 一定会引起怀疑 会引起质疑 尤其是台北市警局啊 台北市警局跟我们说说 因为他们现在好忙 可是你看他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如果他在处理群众 运动 他花了很多人力 这我不知道 这我们都很了解 可是台北市警局 你看他是不是吃饱了 撑着 你看他跑到 为了一个网路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说 说跟大家讲说 可以去瘫痪捷运 这我坦白讲 我认为台北市警局 是故意的 他故意啊 要移转焦点 我不管 那个发表这个言论的人 我不管是谁 您在台北市当过警察局局长 我今天在网路上面 说大家 我跟大家讲一个办法 大家只要花钱 投币进到捷运站 不要出来就可以瘫痪 捷运车站 这个瘫痪捷运 你适时 去模拟那个场面好了 我们看到 连华年晚会 都没有办法瘫痪捷运 你如果在网路上号召 说来个一千人两千人 有办法瘫痪捷运 我坦白讲 我绝对不相信 我绝不相信 所以有办法去瘫痪捷运 更何况这个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 八字没有一撇 引用刑罚五十三条 就说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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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问题 然后就 大张旗鼓的 就要把人带到台北来 你说台北市警局很忙 我看他很闲啊 所以部长 我能不能跟你请教一下 我们假设两个星期 内政部有没有办法要求 警政署 台北市警察局 做成 惩处的结论 这两个礼拜如果人查不出来 我认为也不要查了 两个礼拜如果 攻击这个林老师跟王医师 这两个特勤中队的队员是谁 如果查不出来我认为也不用查了 就直接 处分他们的这个主观啊 基本上我 我想刚才王书长也说明 我们是朝这个方向 就是说 如果查不出来 那我们也 发觉他有实施 那真的 没办法的话 那就是带队的 这个长官啊 要 这个护起一般的 护起这个责任来 所以 我会请 警察署再跟 这个黄局长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这个事情 从发生到现在 过两个星期之后 就是两个月了 两个星期 可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当然我想 如果是要追究 指挥官的连来责任 不是不可以 是 那就两个星期 当然我们也有考量到 要希望单委员了解到 就是说 在过去一段时间 当然最近一个礼拜 好像是比较没有勤募 但至少在 3月18号以后的 一个半月里面 事实上 勤募是非常多 这我都很了解 台北市 各级指挥官员了解 几乎 几乎白天都在 这我都很清楚 都在台北市议会 这我都很清楚 所以 我今天所做的要求 我即便是 两个礼拜之前 提了要求 但我今天 并没有要求 你们马上要 做成决定 或要把人交出来 所以我的要求是 两个礼拜之后 两个星期之后 我觉得 应该 还合理吧 第二个问题要跟 这个 这个王首长请回 第二个问题要跟 部长请教 是 刚才我提到 这个台北市刑大 根据刑法153条 删获他人 违背法令 或抗拒合法命令 那 这样的一个 刑法153条 如果根据刑法153条 任何人在网络上面 发布的言论 譬如说 跟大家讲说 这个政府不公平 我们大家 不要再缴税了 这个言论很常见 这个很常见 譬如说 红山军的时候 那有一位台大教授 写了一篇文章 跟大家讲说 说这个政府 或者是国家元首 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支持度 已经低到 剩下18% 他没有统治的正当性 大家 甚至冲进总统府啊 大家用群众运动的手段啊 可以把这个政府推翻 这是合法的 那这个有没有违反 刑法153条 各位委员报告 个案的问题 当然会有检察官来依照事实来认定 那以刚才您所挤的就是 发起说是要在贪犯台北捷印车厢 台北交通的这个事情来讲 因为他知识体大 那之前因为有各项的这个 这个运动 那警察为了避免 这个公共利益 严重受到这个威胁 所以采取一些 这个必要的这个手段 然后把这个含送给 这个警察 所以你说的知识体大 是指着说 如果它真的发生了 会造成交通的不方便 对 所以我们宁可这样 我们会牺牲言论自由 我们会用这样子 叫做预防性的措施 那我要跟你请教 那我刚才讲 那位台大教授 在媒体上面公然呼吁说 这个总统的支持度太低了 我们到时候 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的手段 我们可以推翻他的 这个统治的正当性 那这个事情不严重 那以我个人来讲 他是属于他言论的自由 所以这个标准变成不一样 所以我号召 去说把政府推翻掉了 这个不可以 这在我认为 在我认为这个是可以的 那刚才我号召人说 我们可以不用缴税 这个道理可以不可以 我号召人说 大家来啊 我们现在坐在路口就不要走 那确实没有发生啊 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 一个散播的一个言论 我们要为了这个东西 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要付出 为了你们的作为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要付出的代价是 当我在网路上面 发表一篇言论 只要政府可以找到 你有一点违法的可能 不管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成真 或者他成真之后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都可以 根据这件事情 就把你含送 或者就传唤你 这个是在我们的言论上面造成寒蝉效应嘛 我想有没有达到 刑法153条 所谓的善后他人犯罪 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是检察官会去认定的 我想他检察官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警察来找我 说来来来来 段一康你来 你跟我来警察局 然后呢 就把我做了笔录 就含送到地检署 我说我冤枉 我什么事情没做 他说 那让检察官去决定 你们在行政上的认定 就是认定说他有可能犯罪了 对不对 没有错 否则的话 你坐在家里面 他不会来找你嘛 是 因为以这个例子来讲 他要来瘫痪交通制 我们来讲是 我们可能认为他可能犯罪 所以我们 我要跟您提的是 这在比例上面 其实我们的手段 跟我们要遏止的 我们想要防治的 这个状况 其实是不成比例 那付出什么代价呢 付出就是 前置言论自由的代价 这个我认为 你们其实要认真 再重新思考 这个界定啊 包括行政院 都应该要把法务部啊 这些找来 要重新来做一个界定 好不好 谢谢 好 两个礼拜哦 两个礼拜哦 然后第二位 吴医生委员